他們撞我 好啦放下放下放下 你不要拿刀啦 馬路旁一名男子手拿水果刀 情緒失控大聲咆哮 一旁的人一直安撫 就怕他動手攻擊 21號下午2點多 桃園41歲成性騎士 經過中山路史跟小貨車徵道 結果發生擦撞倒地 雙方一言不合開始拉扯 他氣不過竟從機車置物箱 拿出水果刀 你不要拿刀 警方獲報後 也派出快打部隊前來現場 但騎士還是很激動 怒控都是對方的錯 聽到警方依法處理 情緒才稍微緩和 雙方互控恐嚇傷害及公共危險罪 警方依法喊請偵辦 行駛在馬路上互不相讓 擦撞後還亮刀 不但沒解決問題 其實現在還得負刑責 TVBS林志偉廖子叛 桃園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